知名YouTuber勾起你心中的陈玉伟 因在脸书上暗示直播主连千亿 曾在监狱中为其他受刑人进行不雅行为 导致争议不断 最终被连千亿提告 法院裁定陈玉伟犯加重诽谤罪 判处拘役50日 此外 连千亿还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要求赔偿精神损失200万元并公开道歉 台湾高等法院民事庭今日裁定 陈玉伟需赔偿10万元 但无需公开道歉 这起事件发生于2022年4月20日 当时陈玉伟在新北市中和区登陆脸书 勾起你心中的二专页 贴文写下讲一个在道上或是有进修过的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千亿归白白嫩嫩 在监狱里面 专门帮很多受刑人用嘴巴排毒 所以千亿归才会认识这么多人 他真的很吃得开 这段贴文激怒了连千亿 认为这种言论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名誉 因此决定提告诽谤 在法庭上 陈玉伟便解说他使用的千亿归并未指名道姓 且嘴巴排毒并非带有猥亵的含义 而是只能言善辩 然而 法院认定 陈玉伟在公开的脸书专页上使用的这些词语 特别是用嘴巴排毒汗刺得开 明显是在按指连千亿 并构成了对其敏誉的攻击 进而对其造成了精神伤害 因此 法院判处陈玉伟居一50日 陈玉伟提出上诉 但高院刑事庭根据他先前的其他贴文 认定千亿归确实是在指连千亿 并且贴文内容明显暗示连城帮他燃咬 法庭因此确认了他的犯罪行为 并于今年1月25日驳回了上诉 在民事诉讼部分 高等法院认为陈玉伟的言论 确实对连千亿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 应予以赔偿 经过综合考量双方的背景 财务状况及案件的严重性 法院裁定陈玉伟需赔偿10万元 然而 对于连千亿要求公开道歉的部分 法院让维持要求并不是回复名誉的适当处分 因此未予批准 法案人可上诉 大家对各位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enu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